改版之後很多人都在抱怨 拉茲被暗改了 大招接瞬移變短了 我從塔旁邊開大 請你們記住開大後的位置喔 再來我用大閃 位置是一樣的 你們有發現瞬移之後 大招的距離被吃掉了嗎? 所以開大的時候 不要太快接瞬移 就能把大閃的距離變得更遠喔 不能像以前那樣隨便接技都能修保 不知道這個問題官方之後會不會修正 好,那一開始對面有夸克 正常夸克的都會去拉 我們家打敗的距離 拉茲的大閃距離被暗改之後 我非常推薦大家 不要再用大閃了 多多使用一技能接閃現的方式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說 大招瞬移飛過去 結果沒有撞到人 或者是空大 不如你就用一技能接閃現 這樣子會穩定一點點喔 好,那一開始對面有夸克 正常夸克的都會去拉 我們家打野的buff 這次很正常的 所以一開始中路 你的責任是要去卡對方的夸克 剛剛夸克已經有被我消耗過一陣子了 因為我只能卡一下嘛 畢竟中路法師還是要輕中兵的嘛 那對面夸克居然還敢在那邊給我亂啊 哇,我們家射手 我們家輔助 每個人都來守了 那夸克的動機太明顯了 明顯到 我們都知道他會來亂 好,那現在看到打野在吃 芭蕉猴 那因為他已經把制裁弄在紅buff那邊了 所以這個芭蕉猴我們一定要搶下來 那上路開打耶 我蠻意外的是 我們的納克居然 吃完一個藍buff跟一隻小野怪 就來上路gank喔 哇,很溜喔 而且我莫托斯也是有去亂藍區 莫托斯有沒有亂到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給我們看視野 嘿,那個菲尼克才剛吃藍buff啦 那我呢 這個buff一定反不到 所以我是把藍buff推出去 菲尼克有制裁啦 不可能反到 所以你能做的就叫做拖延一點時間啦 那推出去之後 我們就要去吃中兵 因為我的等級 你看我的經驗值 快要四等了 所以四等之後 就是我們gank的最好時機 就是現在 一次推兩個 成功拿到 double kill 我自己在玩中路的習慣 就是吃完中兵就跑線 而且那個跑線資源不能太慢 只要你先跑了 我就可以走合到嘛 走合到我就可以最快的時間 到達我隊友的位置 那上路也是 運氣很好 殺了一個垮克 剛好遇到 菲尼克 在那邊給我吃 小野怪 一套 剛剛好秒掉耶 傷害不多也不少 真的剛剛好 那幫忙打野吃個魔龍 吃完龍清個兵線呢 你就要馬上去跑線喔 像我這邊看到下路是有難的嘛 趕快來下路資源喔 莫托斯回城呢 就是引誘一下這個艾蜜莉 留一下我來啦 讚啦 而且這莫托斯人很好 他殺了艾蜜莉之後還說 對不起我的錯 他應該是想要把頭讓給我 但是他不小心剪掉了 所以他喊對不起他的錯 我覺得啦 前期只要有殺到人 招式賺啦 不用再分你的我的誰的 沒有必要 順風比較重要 我想要等薩迦大完之後 把他往回推喔 結果那個薩迦反應也是很快 知道我要幹嘛 那我這邊果斷交瞬移 因為不交瞬移 你就有可能會被蘇居中 所以果斷交嘛 不要送頭 我們現在有五顆頭 不能隨便死 這菲尼克又被控到了 我覺得射手打野 因為他一定是出攻速鞋嘛 沒有韌性鞋 只要被拉茲控到 一套絕對是控到你沒叮沒當 那菲尼克在吃紅 不用理他 因為他們上路隊友完蛋蛋啦 殺了一個輸 那這個寡克呢 有沒有看到 我故意走遠一點 我知道寡克一定會開到 那薩迦一個空大之後 來 垂兩個 回推 菲尼克應該還在吃紅buff吧 不管 因為他們隊友已經爆炸了 那這邊挖過牆 結果卡牆了 納克 瞬間被秒耶 那也按呢 這邊想要卡一下他 但沒卡到 下路 艾蜜莉單殺我們家的莫托斯 那怎麼可以 你們看小地圖喔 艾蜜莉殘血 還在給我吃蘇花 那吃完蘇花呢 他就有點貪 其實有時候我也會 吃完蘇花 想說吃完一波兵線再走好了 沒想到就被抓了 就像他 被抓了 你們有發現嗎 我每一次的跑線 都有拿到人頭 這個 我覺得很順耶 太happy了吧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支援 你 雖然能殺到人 但你可能就是拿個助攻 可是我都是拿到人頭 所以我超級肥的啊 超肥的 中佐 可是沒什麼視野 我只能垂垂垂 蘇有點痛耶 馬上開大招 要回家了 那其實我這邊 有點 太大膽了 我這個血量 被蘇拘到呢 我覺得會死掉 可是我還是在前面讓 讓得有點太久了 你們看我這個血量 然後再看對面蘇 在塔底下瞄準 好險他不是射我 他好像是射莫托斯喔 那我發現情況不對 趕快要跑的時候 薩迦飛過來 嗨就水 我被終結了 我身上 背負了10顆人頭 臨死 被薩迦終結了 然後艾美里直接踹爆耶 我目睹了這一切 那踹爆之後啊 有沒有注意到 納克說 注意我放紅buff 艾美里在反紅啦 我來勒 來勒 一套灌下去喔 傷害 剛剛好 差一點被拉走 這場是因為我夠肥 我錢夠多 那對面呢 就是經濟跟我差了很多 我才能玩起來這麼順 不然在一般 經濟平的情況底下 拉茲 才9分鐘 是很難一套 把人家秒掉 秒射手還可以啦 你要戰士的話有點難 那個菲尼克剛剛滾過了喔 一套 一套灌下去 我覺得菲尼克 不太會玩吧 這個版本喔 你既然要用射手打野 你就 已經 你知道說 輔助可能不太跟你 輔助應該會去跟那個魔龍路的射手 不太會跟打野的情況下 你就應該要更謹慎 欸草叢 不要回家了 反正要更謹慎才對啦 可是你看那個菲尼克就不夠謹慎 太容易被抓了 那剛剛菲尼克在上路漏頭 所以我就賭他 一定會吃紅buff 那因為大閃太容易失敗 所以我剛剛是用一閃接大招 就一定會成功的啊 那裝備不是很好 清個兵吧 我蠻怕被輸居的啦 老實講 輸 輸來了輸來了 我很怕 他很痛 他真的很痛 我們回家補個血吧 那補完血之後啊 颯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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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痛的耶 他的大沒有打到我幾下 我兩三格血已經不見了 看有沒有機會再開一波啦 這邊我們沒有瞬移喔 那我就想說 上路有兵線嘛 那對面也沒半個人漏頭 就在賭說 他們會不會有人去清上路那一波兵線 我就在蹲蹲蹲蹲蹲 等了蠻久的 怎麼會沒有人來清兵線呢 哇 對面的人好像都在中路或下路 我等到對面好多人都漏頭了 雙射手都漏頭了 那我就覺得沒什麼機會蹲到 所以趕快把上路兵線帶一帶 帶的時候啊 我們隊友好像是 被對面開戰了 因為他們五個人都集結在我們中路 我本來要回家啦 那要回家的時候 我就想說 既然兵線都來了 不如我們去分退一下吧 突然這座塔 我本來要回家啦 但是我突然看到 那個中路 有沒有 颯颯跟菲尼克是往這邊靠的 我想說他們應該要回手 結果沒有 颯颯是回頭去中路打架了 所以我那邊是沒得蹲 沒得蹲的情況 我只能回手啦 那中兵呢我們先斷一波喔 將中兵斷完之後 就確保他們不可能推我們的中路 這樣子我只要去守下路就可以了 那我剛剛上路有推兵線嘛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因為 上路那一波兵線 直接把他們高地推爆了 蹲點我覺得蠻好玩的 可是就運氣吧 有蹲到就是你的 沒蹲到的話 就什麼都沒有啊 好啦有成功守下來啊 各換一坐高地就還可以 那你們注意看藍buff喔 菲尼克在吃 他直接下制裁 正常 吃buff你應該會尾刀 就是 在下制裁 所以 他的藍buff就被納克搶走 要不是那個 法克很會勾 不然菲尼克是沒有藍buff的 就是 他可以再謹慎一點 畢竟他用射手打野 那個謹慎的程度 一定要比 別人更多喔 像那個菲尼克 二技能給他給我滾完 滾完他又出來吃小夜 我覺得這場敗點 就是那個菲尼克吧 下路兵線帶一下 然後隊友在討論 好像 莫托斯是在討論納克啊 納克說我傷害太高他拿不到頭 本來想說可以吃個魔龍 但是看到人 垂他一拳好了 颯架直接飛我開個大招 結果沒有成功端到他大 好險我凝霜 凝完之後啊 艾蜜莉直接開踹啦 普攻把艾蜜莉吹走 然後再一技能控制一下 再來四個輸 OK 對面 團滅了 我們算是四打四嘛 喔 一換四啦 那我把凝霜賣掉 直接換成涅槃 因為凝霜剛剛開過了啦 這樣換還不錯喔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樣換 最後就來大閃一下啦 有中有中 還不錯 但是被菲尼克滾掉了 我就不小心扛太多下塔 太想殺菲尼克了喔 這邊就復活之後 把滅盤換成死神 就贏啦 大家有空可以去訓練場 測試一下拉斯的大閃 我自己建議啦 你用一技能接閃線 會比較好用 就比較不會空掉 那我是幼哥 我們最後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你可惡 在拍子里面 你不停地獲得 你不停地獲得 已經到訪了